大家好 这期跟大家分享在阳台如何栽种姜 姜这种植物是我们最常用到的一种食材配料 我们往往在市场买回来的姜不是多就是少了 买得多的话用不完很快它就会自然化掉 买得少的话又不够用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在阳台如何栽种姜 其实栽种姜的这种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随手种下去很快它就会成活 在后期就有吃不完的姜了 如果吃不完的话我们就用来栽种 看一下像这一颗姜非常大的一颗就是我们家自己种的 今天早上去挖回来的 那么栽种姜之前我们要准备好一些沙羊土 是最适合于生长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配土呢 像我土羊里面有珍珠岩 泥炭土 还有就是一些木屑 这几种土羊是比较轻 有核沙的话最好就是给它加入一点核沙 这样的话核水性更加好 在阳台栽种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给它使用这种营养土 我这些土羊呢其实就是这种营养土 只是给它加了一点核沙 使用一个比较大的花盆 看下这个花盆呢四面都是白气孔 底部的核水孔也非常多 首先我们先把它上了五公分的土羊之后呢 再给它加入一点底肥 最常用到的底肥呢也就是这种芝麻饼肥 它所含的蛋磷钾元素比较丰富 尤其是氨基酸粗纤维蛋白的非常多的 最重要呢它的有质量非常高 70%这样就会使土羊在后期分解出更多的腐质剂 在后期土羊就会越来越疏松直接把它倒上去 然后我们再继续给它上土羊 花盆中间给它挖一个坑 然后呢就是用这一块姜把它放下去 再给它埋上 栽种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在光照比较充足的环境养护 因为姜呢它是比较使光的 我们只要光照充足了 很快它就会冒出更多的小芽出来 智能储存又可以繁殖更多的姜 就有吃不完又不会浪费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